礼服啊不但是个宝皇派 而且是个马臂精 替你转奏啊那是关不可能的 不过呢每天可以打你一顿 走进古迹讲故事 您好我是昆仑六十 前些年随着清宫系的热播 又有很多人啊翻出这个雍正年的老杖 来讨论呢雍正皇帝给自己的八帝九帝 改名为阿奇纳和赛子黑 这两个满语的名字呀到底是什么意思 最早把这两个名字意思提升到学术问题上的 是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在他的书里 很明确的指出阿奇纳呢就是狗 赛子黑呢就是猪的意思 后来呢有很多满学家认为呀不是这个意思 阿奇纳是砧板上带宰鱼的意思 赛子黑呢是让人讨厌的家伙的意思 前两年更有学者长篇大论的 去考据这两个名词的意思 那要是在我看来呢 我给这个喜欢青史的好朋友啊一点建议 不必纠结于这个名字具体是什么意思 您就记住了他不是好话就完了 有的人就说了这雍正皇帝呀心里肯定是有病 他怎么能这么痛恨自己的兄弟呢 您错了 在皇家呀没有兄弟 您仔细读清代皇帝颁布的旨意 提及自己兄弟的时候 哎例如雍正皇帝吧 同是圣祖子嗣添加血脉 也就完了 这上边啊根本没说这个人是自己的兄弟 只说呀咱们俩是一个爹 那要是我愣说是皇上弟弟怎么办啊 哎那好办了 雍正皇帝给九辈子允堂改名为塞斯黑以后 给他定了二十八条大罪 其中啊第二十七条是这么写的 据者请安称奴才弟 者请皇后安亦有弟字 被谬所及众所供知者一眼 也就是说这允堂在写给皇帝跟皇后的请安奏折当中 称自己为奴才弟 这皇上啊就不乐意了 这也是他罪责的一条 依着这皇上的意思 他只能自称为奴才 还有一条呢是说呀有江湖意识 说要救出允堂 这允堂就对他们说呀 我们弟兄没有争天下的道理 哎这一条也犯了忌讳了 这皇上说了 谁跟是你们弟兄啊 你就应该说我们君臣如何如何 您瞧了吗 这皇帝啊就没拿他们当哥哥兄弟 哎大不计的呢是君臣 往家法上说呀 那就是主子奴才 那有哥们就说了 那这皇上怎么那么没有人情味啊 这岂不就是置兄弟亲情于不顾吗 哎您错了我 这皇帝他不应该有这份兄弟亲情 他本来就应该是君君臣臣 若是在这满朝文武当中 有了自己的哥哥弟弟 那不好办了 那如果这些哥哥兄弟犯了错怎么办了 触动了王法怎么办 在处置上啊就会带来极大的不便 再者有一点很关键 一旦亲情过重就会分散皇权 比起中原汉族的政权 这清朝啊还有一些例外 中原汉族的政权 第一任皇帝一登基 这些个亲戚们啊就明白 那他就是君我就是臣 从此再没有亲情所在 到了清朝的时候啊就不好办了 因为他们在关外啊属于是粗犷式的统治 属于是各大贝勒义政制 就连是这下一任皇帝谁来当 也是大伙商量着来 您比如说这个皇太极顺治 这不都是大伙商量出来的皇帝吗 您再说康熙吧 康熙皇帝虽然是顺治 遗诏里明确指出的皇位继承人 但是啊这顺治死的时候 也给他安排了四位辅政大臣 就是那个索尼 厄比隆 苏克萨哈和敖拜 随着满洲人对中原汉族的皇家体系 了解的深入 到了康熙这会儿啊 他就想建立一个 有完备的仿效汉家体系的皇权 皇后不娶蒙古王公的女儿 该从自己重臣当中的家族挑选 康熙十四年早子八八的 就把自己的嫡长子 应仍策立为皇太子 康熙四十七年一废太子以后 众臣导举八个为储君 这有人就说 这八个如此的好 如此的得人心 为什么这康熙老皇帝 要再次复立应仍为太子呢 这就充分表明了 这康熙皇帝就想做一位 前刚独断的真天子 不想再回到关外那种 诸王义政的时代 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皇权至上的真正帝国 八个印四不管是真宽人 还是借着宽人之名收买人心 康熙皇帝都不会把皇位交给老八 因为康熙皇帝明白 一旦把皇位传给这样的人 那么皇权立刻就会旁落 朝中重臣就会分散皇权的统治 那样就会导致朝纲紊乱 乾坤倒置 黄四子 庸亲王印真就是他选定的皇位接班人 因为老皇帝早就算出来 只有印真继位才能更加巩固皇权 可是啊 这老皇帝可能有一样没算到 这庸正皇帝登基以后 在稳固皇权方面啊 会拿自己的亲兄弟下手 首先呢 是那两个被圈禁的哥哥 老大印之和老二印仁 好吃好喝好代诚 但是啊 就是不放 把你们老二位圈禁呢 那不是我的意思 那是先皇 是圣祖人皇帝的意思 他我呀 是爸爸的好儿子 爸爸说的话呀 我是不能不听不是吗 所以呀 你们俩观着吧 再有呢 就是在文臣当中 颇有微信的老三印旨 还有这个在武将当中 颇有微信的老十四印提 先呢 派到这个东陵啊 去给爸爸看坟 后来呀 双双被圈禁在了景山 老三印旨啊 他身体弱 一下子就给圈死了 老十四呢 他年轻火力壮一点 熬到了乾隆朝 才被释放 老十印额的姥姥家呀 这背景啊 确实是强大 厄背龙啊 就是他的老爷 是这满洲的军功大臣 康熙年间人家就是四大俯臣之一 按说呀 这老十 标乎乎的 圈不圈禁的良可 可这兄弟呀 对皇帝呀 是一点都不尊敬 干脆也被圈禁 一直圈禁致死 剩下的就是这八个印四了 这老八在康熙年间确实是蓄谋太子之位已久 首先呀 他没成功 在政治上啊 在康熙四十七年的时候 就被老皇帝判了死刑 他又准而支持老十四争夺处位 可是谁承想啊 这皇位呀 最终还是落到了印针的手里 雍正皇帝已登基 这老八心就死了 像您从电视剧里看的那个八王义政的那些事啊 压根就没有 可是雍正皇帝他怕呀 他知道 无论是在才干和在德行上啊 这是对他的皇权最大威胁的一个弟弟 这雍正皇帝呀 没有什么好办法 是个脑子比较直 比较性情的人 那既然是这样我就只有一个办法 弄死你 于是啊 他就圈禁了老八 导致老八圈禁致死 至于说这八个印四 是因为圈禁当中生病死了 那这句话只有鬼才信 在这些个兄弟里 对九二个印堂的处置啊 在我看来中了 像九二个印堂这种人 你把他撒出去随便折腾 他也谋夺不了皇位 那么就是因为他是八爷党的骨干 这雍正皇帝登基以后 才把他迫害致死吗 我觉得这里边啊 也很难说 咱们今天就掰执掰执 印真和印堂之间关系的微妙性 喜欢九子夺嫡 这对清宫故事的朋友啊 都知道 这八爷跟九爷 那好得能穿一条裤子 即便后来在钱财上 老九大字的支持老十四 那也是因为是老八的授意 这里边有事啊 您可能还不太清楚 这老九印堂啊 其实跟老四印真 关系也是非常的要好 咱们首先说住的位置 这老九他们家呀 住铁狮子胡吐九贝兹府 北边一点呢 就是印四他们家八贝勒府 再往前不远 就是雍和公四王爷他们家 所以您算了吗 这老四老八老九啊 他其实住的很近 是街风 这些个王府啊 那都是皇上赏的地皮 具体在哪啊 老皇上说了算 自己呀可能拿不了主意 不过呢 他们在城北呀 都有自己的私人花园 那些个地理位置 可都是自己申请来的 老四老八老九老十的花园子 并排挨着 和三二个印纸 其他几位成年皇子的花园 不在一处 这就耐人寻味了 因为这些建园子的位置啊 都是这些皇子们自己挑的 至于是这四二个 有意接近八爷党 还是这八个 有意往四爷党旁边靠拢 这不好说这个 康熙四十七年 太子第一次被废 废太子的看管任务 交给了大个印支 和四二个印针 废太子应仍在圈禁的地方啊 含冤抱屈 就想把这些话呀 让这两位兄弟 向爸爸那转奏转奏 可这大个印支啊 他一心想扳倒太子 他当然不会把这些话 告诉爸爸了 可是这会儿啊 这老四没主意了 他就想啊 这些话是该奏不该奏 是不是得找人商量商量了 他想到的是谁呀 他可没颠巴颠巴 找他后来的那位 亲爱的十三弟去 他找到了九阿哥印堂 他跟印堂说了这件事情 这印堂啊认为 该转奏 给这四哥出了主意 让他把这些事情啊 告诉爸爸去 康熙也听了之后很高兴 很认为老四啊 他有兄弟的情谊 并且对老四啊 大家赞赏 还有一件事情啊 就是康熙五十年 十一月二十日 梁妃娘娘婚事了 这梁妃娘娘啊 就是老八印寺的生母 这印寺啊 在庙里为妈妈举哀百日 当时轮着班 给老八送饭的是谁呀 您想也能知道 老九 老十 老十四 可是就在这当晚啊 这老九跟这老四说 说四哥呀 你也应该给我八哥送饭 因为我八哥这些呀 都是笑道的表现 这四阿哥一听啊 有道理 于是也加入了 送饭的行列当中 虽然这件事情啊 后来登机的雍正 他不承认 可是有很多史料记载啊 还是显示 他去了 那这么看来 在雍正登机以前 这老九跟老四的关系 实属不错呀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 关系突然就转变了呢 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十三日 康熙皇帝 驾崩于北京畅春园的 清晰书屋 就在这一时刻 众皇子都干什么呢 老三在院里和老八 耳语了两句 便回到了殿里 给新军雍正皇帝 行了大礼 这老八呢 在寒风当中感叹了一会儿 也进到屋里 给四哥行了君臣大礼 您猜这会儿老九干嘛呢 老九啊 搬了一个凳子 坐在这新皇帝的对面 同样啊 喊不着腿 一手无脸 一手扶着灵鹫 呜呜痛哭呢 这种行为 那简直就是大不敬 躺着的是您死了的皇上爸爸 对面坐着的是您 刚登机的皇上哥哥 您插着腿 这种姿势坐在他的对面 这玩意儿不是死罪啊 也得是挨顿臭骂的罪鬼 幸亏这会儿的雍正啊 哭得伤心 没工夫搭理他 也没太注意他的行为举止 可是他架不住有小人呢 随后不久啊 就有人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雍正 这也成为了老九印堂 二十八条大罪 其中的一款 那么这印堂 他疯了吗 他不懂这些个宫廷礼数吗 其实啊 在我看来有两种可能 一种啊是气 他根本就没想到这皇位会落到四哥的头上 这老四做事 他平时谨慎小心 有什么事啊 他还得请教我呢 这皇上爸爸怎么就看上他 把皇位给塌了呢 于是啊 他赌气就坐到了皇上的对面 还有一种可能啊 我想啊 那就是无意的 因为老九自己觉得啊 平时跟四哥关系好啊 所以啊 现在这种做法啊 他也不算有失礼 雍正登基以后啊 对兄弟们是一通的打压 跳得最高的 老八印四 老十四印第 这会儿啊 都已经给灭的没火了 整天就呀 闷在家里 戒酒消愁 要说这老九的日子也不好过 被发配到了青海军中效力 雍正皇帝刚一登基 便把老九发配到青海军前 有人说呀 这是刻意的拆散了老九和老八 把他们的关系网破掉了 也有人说不对 这会不会是雍正皇帝刻意的 想保护一下老九 让老九远离京城 bug这个是非窝呢 哎 对这两种说法啊 那是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谁想啊 和这八个十四阿个不同 这老九在青海军前啊 反而活跃了起来 先是拿出钱来啊 大致的贿赂收买年耕摇 然后又在西北极省啊 大师擅财 留下了九王爷最闲的名号 您想啊 这话传到雍正皇上的耳朵里 他能不生气吗 是西北打仗啊 最缺的是什么呀 是钱 你九辈子允堂 这么有钱 不帮朝廷也就算了 难道你也不帮帮哥哥吗 并且你是亲命的皇上 有义务替国家替皇上挣钱 你再瞧瞧你 这大象啊是越来越瘦 你却越来越肥 处在你这个位置上 不替国家分忧就等于是谋反 再者了 你一个辈子 这九王爷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呀 就在这时候啊 又在二傻子老十那儿搜出了几封啊 没有来得及销毁的密信 这些个密信都是从青海军前九辈子印堂那儿 寄到老十印额那儿的 在信上啊 这老九说 势机已失 追悔无极 那这势机已失 什么机会失了 那明显说的就是皇位已失啊 那这话听起来 可就是大逆不道了 这会儿的雍正恨印堂啊 已然是恨得牙根子巴掌长了 就在这雍正皇帝 正在想招处置老九的时候 谁想啊 想兵吃下了饱子 刚要瞌睡啊 就有人递了枕头 杀老九的这把刀子 就有九辈子他们家人 递到了皇上的手里 雍正四年的九月 九门补义 搜查过往行人的时候 在一个叫同堡的身上 搜出了一封密信 咱们书中代言啊 这同堡就是允堂的手下 是专门负责递送允堂 与京城来往信件的 这封信就是允堂的儿子 当时只有十六岁的弘阳 写给在西北军中的爸爸允堂的 可这雍正皇帝打开这信一看呢 嘿 这上面的字 一个也不认识 于是啊 就把这弘阳逮起来一审 这才明白 这弘阳说呀 我父亲寄来格子一张 令我学习 照样擅写书信寄去 我向同堡学会了 因此照样写信寄王 这皇上一听就急了 优鹅行啊你 你为了书信不泄密 你竟然还自己创造出了密电码子 这会人赃俱获 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那这是什么呀 其实这呀 就是允堂发明的 用拉丁文注写的满文 直到今天呀 这国际有人学习满文 还是用这种方法 这可是人家九辈子 允堂的一项发明 雍正皇帝震怒之下 夺了允堂的辈子爵位 并且消了踪迹 改名赛斯黑 把允堂锁了三道锁链 从西北军前压戒回京 这老九的性格呀 就是这样 在压戒途中啊 仍然是谈笑风生 他呀是这么想的 到了这北京城啊 可就是自个儿的地盘了 大不济的 圈进宗人府 或者是呢 圈进自个儿的府中 九爷我呀 有的是钱 在哪儿圈着 花点钱 还不都一样过好日子吗 嘿 要说狠呢 谁还能狠过雍正皇帝去 这雍正皇帝 压根就没想把这老九压戒回京 皇上早就下旨给直立总督礼服 让他在宝定 给允堂准备了圈进之所 就在直立总督府的后巷 一个小院被砌起了高墙 院墙虽然很高 但是屋子却很矮 礼服啊 就把老九给关在这儿了 这时候的酒杯了 真害怕了 因为听说呀 不让自己回京以后 老九就知道 这是四哥呀 想要自个儿的命 于是啊 他就让这礼服替他转奏 要求回京面圣 礼服啊 不但是个宝皇派 而且是个马臂精 替你转奏啊 那是关不可能的 不过呢 每天可以打你一顿 并且啊 这雍正皇帝 又给礼服下了一道旨意 除下贱饮食以外 一切笔墨床杖书字 便冰一块汤一盏 均不得给予 这会儿啊 正是剩下酷暑的时节 这房间呢 又低矮 这老九啊 像狗一样被锁在桌子腿上 手脚都被束缚着 时常啊 就昏迷过去 然后啊 就有人用冷水把他泼醒 老九允堂 哎 就是塞斯黑呀 在宝定被圈了三个半月 受尽折磨而死 有人说呀 死时的症状是不停的拉 至于是怎么死的呀 诸公自有高论 我在这儿啊 咱就不细说了 这九爷印堂的故事啊 咱们是告一段落 就在下回精彩回目 咱们要聊聊这 遗亲王 老十三 印祥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您就关注点赞并转发 留言互动 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得嘞 天不早了 咱们呀 明儿见